指援續長會專員吳俊達 因為在進口彈幣案中 涉犯圖利交約談 訊厚50萬元交報 不過主要負責整起專案的他 到底是怎麼找上 吳玉菲和秦宇喬進口彈 傳出是有上級交辦 根據吳俊達回應監委說法 是因為在108年 和一式彈品做採購 當時就是找吳玉菲協助 而吳玉菲的母親秦宇喬 則成立超私公司進口彈 成為整起幣案關鍵 那這關鍵中的關鍵 就是到底誰才是背後藏進人 前立委郭正亮提報 前中央續長會董事長林聰賢 人脈遠超過成績重 秦宇喬大概就是他介紹給續長會 說到林聰賢人脈廣 他在2017年接掌農委會後 默默將他在擔任 宜蘭縣長時期的愛將 林士奇 張經緯 一起帶到農委會建立宜蘭邦 即便隔年黯然下台 仍有實力在背後 操控一切 成績一年半後 林聰賢2020年5月中 再度出任中央續長會董事長 不過這職位 過去其實都是由農委會 副主委兼任不執行 林聰賢卻打破慣例 每個月領15到17萬高薪 直到進口彈出事 拍拍屁股辭職 撇得一干二金 農業部續長會高官 各個都說不知情 反倒只有無信專員 解釋了進口但經手過程 聽上頭交辦 責任卻找他算 不具公務員身份的他 落得沒有功勞 只有苦勞 最後還可能要去蹲苦勞 而我們多次嘗試聯繫 林聰賢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 電話沒人接 傳簡訊也不回 林聰賢到底是不是 背後主導一切的藏近人 有待檢方層層抽絲剝繭 東新聞馬航凱 林海榮台北採訪報導